由耿军导演玛丽张玉主演的黑色幽默电影《东北虎》 获得了第24届上海电影节金绝奖最佳影片大奖 主创团队上台领奖并一一发表获奖感言 而玛丽一口东北大茶子味的致辞更是让观众直呼接地气 她说导演太不容易了 好的电影希望更多人看到 感谢每一位评委 你们眼光真好 拨得满堂笑声 影片《东北虎》讲述的是玛丽饰演的妻子美玲即将临盆 她的丈夫徐东只好将家中心爱的狗托朋友寄养到别处 马千里是债务缠身的建筑商 她在穷途末路之际偶然接受了徐东的宠物 不幸的是这只狗的死亡让两个站在人生岔路口的失忆者狭路相逢 满腔怒火的徐东在富丑的道路上屡战屡败 但却发现了马千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与此同时美玲也意外地发现了徐东的秘密 这场影响不到的风波将如何收场呢 《东北虎》是耿军的电影作品 第一次入围国际A类电影节竞赛单元 也是其作品第一次在国内电影节上公众见面 并有望在未来登陆院线 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作品的一小片段以后 就被深深吸引 表示如果有机会在影院看到这部电影 一定到场一把子支持